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民进党当局行政主管部门官员邓振中上月16日至18日访问英国与英国政界及智库代表会面 探讨英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CPTPP的经验 据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4号报道 英国官方证实邓振中与英国经贸官员举行一对一会谈 英国作为非CPTPP国家 台湾又能从他那儿取到什么惊 请看详细报道 外媒报道称 邓振中会见英国经济官员时就台湾加入CPTPP征求英方意见 CPTPP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参加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 2018年生效 英国在2021年2月申请加入 目前还不是CPTPP成员 民进党当局一直将加入CPTPP视为重要经济目标 在违背民意通过美国莱猪 日本核实时 均以CPTPP为由对民众进行洗脑宣传 此次与英国官员见面又拿CPTPP说事 但英国自己尚未加入 有何经验可谈 对于此次会面 岛内绿媒大肆炒作 台外市部门则表示乐见 并借此鼓噪所谓台英关系升级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双方经济交集有限 英方虽证实会面一事 但却无法详细说明讨论内容 足见会谈形势大于意义 针对台官员与英国经济官员对谈一事 外媒报道称 事后北京方面向伦敦发出警告 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事 自民进党当局上台执政以来 一直试图炒作台湾国际空间拓展话题 2016年大选时 蔡英文就公开表示 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南向政策是失败的 他的新南向政策才是正确的 当时台湾中央日报社评认为 蔡英文的构想看似不错 可一旦真正开始推动 不止很难达成预期成效 而且极可能为蒙其力先受其害 时至今日 民进党仍然试图通过加强 与其他地区经贸联系 从而实现与大陆脱钩 事实充分证明 台湾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 加强两岸经济合作 是不可阻挡的大事 民进党当局企图让两岸经济脱钩 没有出路更不得人心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指出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即CPTPP 是民进党当局用谎言编织的盾牌 每次出卖岛内民众利益的时候 都要拿着虚无的盾牌挡一挡 过去两年 蔡英文亲自冲锋陷阵 民进党政治人物和各种侧义网军 清朝出动 不断高喊 不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就无法加入CPTPP 不解禁日本福岛五线市核实输入 就无法加入CPTPP 现在台湾民众把莱猪吃了 也把核实吞了 CPTPP在哪里呢 5月23号 印太经济框架在东京启动 这个美国占绝对主导地位 拜登亲自牵线搭桥的组织 公布了除美国外 剩下的12个初始成员国和地区 其中没有台湾 启动仪式结束时 两名记者在场外反复询问拜登 为何不将台湾纳入 拜登没有理会这个问题 民进党当局事前不断鼓噪 称美国这个所谓忠实伙伴 会邀请台湾加入 没想最后是一地鸡毛 民进党当局说 白宫在一天前 已经把排除台湾的消息告诉了媒体 这对台湾是一种尊重 拓面自干的厚脸皮行径让人傻眼 美国连自己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都不让台湾参加 会帮台湾进入白宫明确拒绝加入的CPTPP 真是天方夜谭 上月中旬 民进党当局官员专门跑到英国 号称向人家讨教如何加入CPTPP 但是英国还根本不是CPTPP成员 这荒谬的行径完美诠释了 闽南与李宇 请鬼拿药单 而时隔半个月 民进党当局又把这件事拿出来炒作 开始用恶毒的政治语言攻击大陆 这是意欲合为 一方面 蔡英文违背承诺大涨电价导致民怨沸腾 另一方面英系在民进党内吃干抹净 抢占年底选举肥缺引发重怒 大家都骂我的事后怎么办 蔡英文顾忌重施 先举起CPTPP这个盾牌抵挡攻击 再竖好大陆这个靶子转移矛盾 最后让网军进场把水搅浑 蔡英文这种拙劣的政治秀一再上演 早已被岛内民众看穿 CPTPP的新闻丢出来 没有激起任何水花 他的爱将林志坚抄袭论文的新闻 却占满了版面 蔡英文该换个戏码了 综合台媒报道 民进党提名的桃园市长参选人 现任新竹市长林志坚 深陷论文抄袭丑闻 有国民党议员4号爆料称 林志坚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新竹政府标案的研究报告 并呼吁其退选 不要侮辱新竹桃园市民的智商 请看详细报道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王鸿威4号爆料 林志坚2008年 在中华大学发表的硕士论文 以TCSI模式评估某科学园区之外围 居民满意度 涉嫌抄袭同年6月 新竹科学园区期末报告书 王鸿威说 这两篇论文相似度极高 不仅内容几乎雷同 包括图表 引用文献 附录 甚至连错字都一模一样 例如竹科报告将篮球误写成篮球 如此明显的错字 在林志坚论文中也一样出错 王鸿威表示 林志坚抄袭的对象 是竹科公开招标的尾办案 等于是剽窃政府财产 情节比一般学术抄袭还要严重 并呼吁林志坚 劝你尽快退选 不要侮辱新竹桃园市民的智商 国民党台北市前议员罗志强表示 论文抄袭就是学术小偷 林志坚要不要出来交代 还是赶快封存30年 并在留言处称 民进党用100分的标准打科智恩 要不要用1分的标准检验林志坚 另一位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 舒翠玲表示 读书是为自己读的 林志坚抄袭表明心怀不轨 就是要骗人 此外 抄袭他人著作更凸显目无法计 不尊重知识产权 这样人格特质的人 如果做到父母观 那就真是祸害民众 向下沉沦 据台媒联合新闻网报道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5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报 林志坚在台大的硕士论文 与台大的另一位 比林早毕业的学长 硕士生于正皇所著的 论文内容相似 黄阳明称 二人的论文 至少包括摘要 第一二章当中 有八九页内容是大规模雷同 许多文具几乎一模一样 令人费解 黄阳明指出 于正皇论文第十一页 林志坚论文第九页 提及一位人士的选举公报记载 是多米尼克肯大学 可是他特地去找了那一年的选举公报 公报上记载的是美国多米尼克大学 可见林志坚在这部分 将于正皇论文的错误信息 也一并抄路 此外 两篇论文整体结构也几乎相同 实在让人有点傻眼 来关注岛内新闻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由岛内媒体6月30号发布蔡英文民调显示 台湾北部以及20至39岁的民众 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较高 对此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舒慧分析 在后蔡英文时代 让蔡英文跛脚最大的可能 就是她流失了辣台派最主要的支持者 也就是最支持她的20到39岁年轻族群 请看详细报道 游舒慧指出 岛内的年轻人当时是被一些口号吸引 可能还没有进入社会 觉得蔡英文辣台妹好棒棒 一旦进入社会 发现经济不好 物价这么高 人生是黑白的 会觉悟蔡英文过去是骗人的 自己是被洗脑的 民进党根本看不到他们 他强调 这种相对剥夺感 在后蔡英文时代 让蔡英文跛脚最大的可能 就是她流失了辣台派最主要的支持者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外来物种鱼虎肆虐台湾日月潭 每年7月前后 幼鱼会集结成群猎食 一团团鱼球浮在潭面上 画面惊人 但今年却反常未见 请看详细报道 南投县农业处指出 鱼虎学名小顿里并非日月潭原生鱼类 遇遭人放生才入侵潭区 最大可达1.3米长 24斤重 不仅成鱼会攻击其他鱼类 孵化后体色通红的幼鱼 也会在成体护佑下 集结成鱼球 成群出动猎食 宛如潭中恶霸 近年南投县与台湾清华大学团队 渔民合作观察潭区状况 发现通常在5月 稍能发现鱼球踪迹 6、7月大爆发 一团团的红色鱼虎球 在潭区出没 尤其会躲在水草丛生 枯枝落叶较多等船只不易靠近处 画面惊人 也因此被渔民称为红色警讯 对于除鱼成功 南投县农业处林务保育科表示 外来物种入侵 很难根除 只能尽量降低控制族群数量 且至今仍有捕获暴乱母鱼 至于没发现鱼虎球 初步判断应是气候问题 上半年气温偏低 可能导致幼鱼较晚孵化 但确切原因 即鱼虎族群数是否有下降趋势 将与台湾清华大学团队观察探讨 并持续防治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最近一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让岛内绿营颇为兴奋 报道煞有其事地聚焦进入乌克兰参战的台籍志愿军 讲述他们奋不顾身投入俄乌冲突的故事 既强行把乌克兰问题与台湾挂钩 又渲染中国威胁 帮助岛内台独势力博取同情 而实际上所谓的乌克兰台籍志愿军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 请看详细报道 报道称 这支所谓台籍志愿军一共也就十个人左右 他们中有多人曾有台军背景 其中步伐有在台军特种部队 法国外籍军团 以及台军两栖作战部队的服役履历 报道称 他们中有人在乌克兰东部第一大城市 哈尔科夫前线附近加入了乌军巡逻队 承担吹势运送补给及挖掘壕沟等工作 还有人被派往哈尔科夫参与村庄保卫战 报道渲染台籍志愿军的故事 并让他们在前线讲述台湾面临的处境 从而让来自波兰 美国乌克兰等国士兵高喊 若中国大陆攻台 就台湾见 而实际上 他们的台军身份也存疑 台军退役陆军中将受访时表示 这十名所谓的台籍志愿军 可能只是海外的华人 是否真的来自台湾 是否有在台军中服役的背景 都值得高度怀疑 据报道 他们有些人在台湾时是做导游的 也有送外卖的 但进了乌克兰 立刻就被绿营大肆渲染和吹捧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 除了分享台籍志愿军的作战经历外 还试图将乌克兰与中国台湾强行类比 称乌克兰遭遇的困境对于台湾而言是一个启示 引发台湾方面重新审视平民在军事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而在此前 明晋纳当局政客已多次宣称 一旦两岸爆发战事 将做好打城镇化战争的准备 今年5月 台湾岛内汉光系列演习 就吸收所谓乌军抗俄经验 重点演练短兵交接的城镇巷战 以及不对称战争的模式 台湾市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甚至宣扬 台湾深受乌克兰以小博大的坚毅精神鼓舞 将强化全民防卫与后背动员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感谢观看